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这样穿比红装还好看 身形若隐若现 没有这身材真不敢穿 迪丽热巴凭借在电视剧《克拉恋人》 终饰演高文而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之后又呈现了多不好看的电视剧 进而收获了比较高的人 由她饰演的白凤九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与欢迎 迪丽热巴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关注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她的演技与颜值都很好 她那双灵动有绳的大眼睛 时刻散发着高级的气质 而那年热巴亮相精英女神 其形象造型更是惊艳了全场 犹如一位仙子坠入人间 在穿搭方面也始终保持着帅酷的风格 接下来阿桑就为大家分享一下迪丽热巴的时尚穿搭 希望对你会有所启示与帮助 在迪丽热巴出演的影视作品中 以红衣造型的角色非常多 也被观众亲切地称为最适合红衣造型的女星 比如被大家所熟知的白凤九角色 一席红衣穿在身上 非常符合九尾红狐的俏皮可爱 而这次热巴在江湖中也是以红衣为主 铁环辫子搭配红衣 真的是英姿飒爽 光彩四射 长遍红衣袖孤 胭脂淡着走江湖 星眸转盼清如水 十里春风总不如 这句诗句很好地表达了迪丽热巴在我心中的形象 金属环编发造型与以往的披肩散发 造成有着比较大的落差 所营造的干练利落的气息 也十分符合侠女风气 就连侧颜剪影的艺术照也是十分冷艳 给人十分强烈的视觉感受 迪丽热巴个子很高 但是有些微胖 不少人亲切地称她为胖敌 不过阿桑觉得她与胖的联系不是很紧密 完全是正常的标准身材 接下来言归正传 迪丽热巴在炎炎夏日穿着一款穿吊带蓝色碎花裙 行走在海边 裙子被风轻轻吹起 迪丽热巴拍起照也是360度无死角 颜值很高 具有很强的抗打 再加上拥有高挺的鼻梁与精致的五官 怎一个美自了的 即便是海风吹乱了头发 也丝毫不影响了热巴的高颜值 迪丽热巴的笑容是十分甜美的 每次的笑容都给人暖暖的感觉 同样也透露着天真可爱 弯弯的笑眼还具抚贫忧郁难过之心的效果 碧海蓝天 迪丽热巴在这样的美景下 依旧美得很惊艳 她穿着蓝色吊带裙 精致的妆容 大波浪卷发 非常冷艳 大家这些年共同见证着迪丽热巴的成长 如今也是越来越时尚 身上渐渐地散发着女性的时尚美感 海边出游穿搭知识点一 必备单品帽子 单品帽子不但可以遮挡火辣的阳光 而且佩戴也比较减零 俏皮可爱 是喜欢拍照女生的必备单品之一 单品帽子一般选择草帽 比较符合海边的风景气息 搭配起来服装也是比较融洽的 海边出游穿搭知识点二 裙装宽松款式的裙子会给人比较慵懒的特点 对于稍微年龄偏大的女性来说 海边出游度假是非常符合年龄气质的 而景深的夏日凉裙 可以非常完美地显现身材曲线 印花图案又会给人俏皮可爱感 营造出非常青春的气息 也会透露海边欢度的愉快气氛 不管什么样风格的穿搭 迪丽热巴都能完美驾驭 非常惊艳地出镜 并且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魅力 看完阿桑的介绍 你是否也认可这位既努力又好看的迪丽热巴呢 知情人透露校战首部剧幕后 直言并非公司捧校战 是无奈之选 近日有一位知情人在网上发文 谈到了校战的首部剧 超新型学员 还透露了幕后的一些情况 直言这部剧并非公司捧校战 只是找不来人眼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也有一些粉丝看过 那段时间的校战 发展状况不太好 公司不捧 没有粉丝基础 再加上校战不争不强 自身的发展并不好 知情人发文表示 校战首部剧 超新型学员 虽然龙丹妮老师说为了捧校战 但其实只是一部小成本网剧 大概率并不是捧校战 只是找不到人来演 实际上校战的过去我们不是很愿意去提 网络暴力风波也好 校战的发展不顺也罢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看到的校战已经是发展非常顺利的校战 对于校战来说 首部剧不管是不是公司捧校战 也不管是不是无奈之选 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目前的校战 发展不可阻挡 一开始的校战 很客观来说并不是很出众 但是校战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一步一步走到了我们大家的面前 也用多部作品和多个角色证明了自己 校战就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也是努力型艺人 总之 我们展望未来 校战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我们也相信校战会做到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 踏实前行 继续为大家带来优秀的作品 作为粉丝 我们还可以跟随校战的步伐 多做一些正能量事情 帮助别人提升自己 请点击订阅按钮 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